沿着博爱路 过同盟路 经过爱河之心 会看见一串串开满枝头的美人花 粉红花瓣 缤纷艳丽 绽放在沿岸旁 美丽的景色 吸引民众驻足拍照打卡 也有民众前来写声画画 最主要是写声啦 我们写声都会先拍照 先取景嘛 就是看看哪一个角度比较好看 对 来这边走一走 来网路看到很漂亮 花开得很漂亮 所以过来走一走 美人树 树干基部略为蓬大 有如日式陶瓷酒瓶 固有酒瓶木棉称号 花季一般在秋天及冬天 在高雄则约在每年十一至十二月盛开 其花朵大而艳丽 呈紫红 粉红色 相当鼓励说民众去做美人树的一个欣赏跟拍照 卦美人树部分 它比较特殊跟一般的木棉 比较特殊的部分 它是有一个日式陶瓷酒瓶的一个想法 卦它有一个酒瓶木棉 因为它的整个肌底部是一个膨胀 它算类似一个酒瓶 卦它是一个长绿的树干 卦它有一些针刺 卦针刺的部分也呼吁民众 在去欣赏或去拍照的时候小心 卦整个赤道它还是有一个刺痛感的部分 卦这个部分可能要麻烦民众多加的注意 除了艾和之心东西湖之外 奥智底森林公园生态湖畔 市府市围行政中心也栽植有部分美人树 但以艾和之心最为密集 开花时最为壮观 养工处邀请市民朋友把握盛开时期 前往美人树拍照打卡留下美丽倩影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